上周末,中日韩三哥国家联赛,又进行了新的一轮较量,K联赛和J联赛冠军争夺完全不同。 韩国这边全北现代领先优势已经有18分,如果下轮他们再扩大优势,那么包括季后赛在内的比赛,都将成为鸡肋的表演在日本这边,曾经落后榜首二位数的川崎前锋,本轮抹平了积分上的差距,依靠竞胜球的优势。 他们反超广告三件,登顶联赛第一。中超这边,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,依然有四分的差距,或许今年联赛冠军的归属,真的要等到两对第二回合的较量。 韩国联赛成为了今年最没有悬念的亚洲联赛。 在赛成过半的时候,全北现代就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位数,如今,联赛常规赛还有两轮,他们握有18分的优势,如果下轮联赛再次扩大积分优势,他们将提前获得冠军。 只是不知道,如果水源三星本赛季,如果带回亚冠的冠军,他们心里做何感受? 全北现代3比2将原FC季周连1比0全南天龙水源三星2比2卫山现代未备战下周的亚冠联赛,多位水源三星主力做到了替补席。 上下半场开局阶段,卫山现代的韩生奎打入两球,但比赛最后时间,水源三星外援中场萨里奇连续进球颁平了比分,任川连2比2庆南FC已经看不到追赶,希望着庆南FC开始了他们的练兵之旅。 本场比赛,他们的对手排名垫底的人川更想要一场胜利,射门比上任川连以15比7摇,摇领先,首尔FC2比2上中, 上午普向至铁2比1大球FC大阪钢81比0广岛三剑曾经广岛三剑领新的优势达到了两位数,曾经他们在积分榜上,已经快看不清川崎前锋的位置,但最近的四轮联赛,他们只取得了两拼二负的成绩,并且连续输给宝级球队,鸟七沙岩和大阪钢8,为大阪钢8打入唯一一个进球,是韩国国奖黄义主。 今年这一联赛中断,他代表韩国参加了亚远会的比赛,大阪钢8的成绩一落千丈,黄义主回归后大阪钢8,有望完成宝级,长袭航海1比2川崎前锋面对宝级球队,川崎前锋就没有广岛三剑那么心词手软了, 拿下比赛后,川崎前锋最近四场比赛拿到了10分,他们也依靠竞胜球的优势反超了广岛三剑,成为这联赛第一。 巧合的是,川崎前锋上一次联赛输球,对手也是大阪钢8,神户胜利传0比5露倒露脚你没有看错。 为了备战亚冠,露倒露脚轮换了部分主力,两位外援都没有打满全场,而神户胜利传虽然没有派遣以涅斯塔登场,但包括波多尔斯基在内的四名外援首发打满全场。 但实力上的差距明显,神户胜利传输球后落后亚冠区就分,而最近六场比赛拿到五场胜利的露倒露脚,重新出现在了亚冠区,普和红钻三比二百太阳神百太阳神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赢球了。 在联赛倒数第二的位置上,他们已经坐了两轮,在降级区已经待了三个星期,东京FC0比2星水,古洞北海道2比1秒7沙岩横滨水手5比2仙台雷加泰横滨水手成为今年第一只打入50个球的球队,但48个失球,让他们离降级区很近。 大阪樱花和明古屋京八、盘田喜悦和湘南海洋的比赛,因为天气的原因改天进行。 上海上岗1比0北京国安广州恒大3比0大连一方恒大依然没有拉近和上岗的差距。 河南建业2比0华夏幸福天津全建0比3重庆斯威贵州恒风1比0天津太达宝吉三支球,对本赛季第一次同时获得胜利。 他们和前面的球队拉近了距离,也使得中超保级圈的扩大。 原本河南建也以为拿到最近7场比赛的第一场胜利,则他们出现了保级的曙光。 不过现在看来,张外龙定律依然有效,而三支球队中,拥有赛程优势的反而是排名垫底的贵州恒风。 本来看来,张外币也看来,张外人仲舍会有赛程和淼他们的带票。